看看新闻榜 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两个分开的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这个媒体就有爆料显示说 已经67岁的林子祥并不安分 而且早就婚外有家究竟是怎么回事 根据香港媒体拍到的画面显示 刚过完67岁生日的林子祥 赶赴澳门参加音乐会 全程陪伴在她身边的人不是妻子叶切文 而是一名叫做阮丽佳的中年女性 而且阮丽佳如影随形地陪伴林子祥左右 已经有六年之久 其实这位今年41岁的阮丽佳小姐 是一位IT界的女强人 原本就是林子祥的忠实粉丝 除了工作上帮助林子祥 打点演唱会之类的大小事物 更是多次被拍到自由出入林子祥 位于香港跑马地的住所 亲密程度可见一般 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12号 也就是林子祥67岁生日当天 阮丽佳除了为林子祥安排粉丝会 还贴身照顾林子祥的母亲 忙里忙外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模样 在林子祥的资深粉丝群里 阮丽佳早就是从粉丝 升级成了女朋友 这几乎是众人皆知的秘密 令人废解的是 林子祥的妻子叶倩文 似乎对此一直默不作声 1996年 林子祥迎娶香港殿堂级女歌手叶倩文 结婚18年来 两人一直频频携手亮相秀恩爱 回顾林子祥 叶倩文结婚这些年 但凡叶倩文的演唱会 林子祥必定捧场 而林子祥的新歌发布 叶倩文也会到场助阵 今年4月 儿子林德信参加综艺节目录制时 林业二人还作为神秘嘉宾登场 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模样 令人印象深刻 送给一家三口 祝他们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开心 目前林子祥和叶倩文双方 都对阮倩嫁仪式三肩其口 《女乐星年利》不活音 不代表没发声 编辑报道 所以以前有人就说 所谓的你真幸福 嫁对了或者娶对了 这句话可能真的是要到 你六七十岁的时候再来说 才是真的有发言权的吧 没错